深夜不再孤单,读书与你相伴 大家好,欢迎来到深夜读书 当一个人总是活在别人的嘴中 一生的路途都是一种化地为牢的人生 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受到别人情绪的左右 总会因为的言语所束缚 从而带给自己的内心更多的阴霾与负担 既影响了自己的生活质量 往往也彼此连累了各自的家庭 即便我们在生活当中总是带着善意出行 但不管你做什么样的事情都会有人说好 也有人会投上差评 如果总是过多地在乎别人的评价和情绪的叨扰 生活的道路也不会走得多么长远 曾广闲闻中曾说 谁人人前不说人 谁人背后不被说 议论是非本就是人的天性 对别人的生活指之点点往往 也是许多人前意识中的表现 当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些的时候 你才明白不是因为别人的三言两语 就左右了我们的人生 那才是一种可怕的人生悲剧 每个人的人生自然是应该自己做主 于是在前行的道路上善待自己最好的方式 不让他人控制你的情绪开关 灵妖身轻如燕才能负重前行 白言松说 有时候我们活得很累 并非生活过于刻薄 而是我们太容易被外界的氛围所感染 被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对此我们表示深感认同 当我们在阅读历史的时候 但凡是那些英雄人物 往往都备受争议 欲满之人 必定也是诽谤满之人 你在有着多少功成名就的同时 往往也在背后收获着巨大的负面评价与非议 有时候不在乎别人的评论 往往也不是生活里的智慧 但有时候 如果过多地在乎别人的非议与评价 反而会严重阻碍着我们前行的步伐 一路前行的道路上 只有保持身轻如燕的模样 我们才能更好地负重前行 在自己的人生领域内开拓出一片未来 于是学会 减负不是那么地在乎别人的非议 不为他人的情绪所左右 否则就容易在不知不觉中 把情绪开关交到了别人的手里 让自己在内耗中浪费了时间 和生命零二心态不稳 就会变成情绪的傀儡 在知乎上看到这样一句话 我又不是人民币 做不到人人都喜欢 生活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亲情 与六欲 很多人也都凭借着自己的感性 信口胡说 甚至冷嘲热讽 修炼一颗强大的心态 不以物喜 不以己悲 保持内心的从容与淡定 我们才能为自身更好的减负 是想当年韩信在忍受胯下之辱的同时 自然也会受到周围人群的非议与贬低 有些人看来韩信可能就是一个窝囊废 在被人欺负的时候 也不敢反抗 如果韩信陷入了常人的这种思维里 自然我们也就在历史当中 看不到后来的四面楚歌的故事 都说冲动是魔鬼 以失足而成千古恨 如果我们没有在内心里 细细考量自己的人生 终究会被自己的脾气所打败 当一个人情绪不稳定的时候 往往也会陷入别人的圈套里 别人就可能在轻易之间 掌控着你的情绪 于是你慢慢也就成为了情绪的傀儡 很多时候 我们的烦恼和紧绷 不是来自外界的干扰 而是内心的过度解读 别人的一言一行 都能在心中掀起一场惊涛骇浪 然而人生在世 难免遇到冲突和分歧 若是把情绪寄托在别人身上 只会让自己筋疲力尽 人生不如意 知识十有八九 每天我们在生活当中 都会遇到这样或者那样的阻碍 与牵绊一个人 若是没有一个强大的情绪调控能力 即便是生活里的一点 风吹草动都可能会让我们的人生错乱不堪 生活里那些强者们有 时候并不在意他们拥有多么强大的生存能力和智慧 更多的时候 在于他们拥有稳定的情绪能力 以及强大的自愈能力 他们很少会活在别人的议论中 他们更多的心思都会用来 盯着自己的人生前进的方向与核心 不为别人的情绪所左右 自然也就减轻了太多的阻力与负担 于是成功的机会也就越来越大了 当你选择把情绪的开关交到别人的手里时 往往意味着这是你人生里的一场灾难 掌控自己的情绪开关 才能摆脱内耗 把生活过得松弛有度 03 学会在无人问津的日子里 安静自在 百年孤独中有一句话说 比起有人左右情绪的日子 我更喜欢无人问津的时光 一个人顶好的状态 就是在独处的时候 安静自在 不用周旋于别人的情绪 也不必刻意判断他人的心思 自己陪同自己 回归一个真实的自己 不被别人打扰 也不去打扰别人 在自己的时光里 安静地享受一个人的静美 哪怕是静静地听着风声 也能感觉到失忆的生活 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 虽然我们的物质极大丰富 但精神却被灼烧得浮躁 不安 有时候就应该让自己慢下来 静下来 享受一个人独处的宁静 远离城市的喧嚣 焦虑和彷徨 放空自己的心灵 看一卷书 烹一壶茶 与自己的内心去互动 去交流 领悟书中深刻地哲理 赞叹其中的美文家具 让文字的思想与智慧滋养着自己的心田 享受一段孤独又惬意的生活 王志文说 人一旦历练到不想说话 不想争辩 不想巴结 不想讨好任何人 失去交友的兴趣 失去聚会的兴奋 变得越来越沉默 甚至连逢场作戏都懒得去装 喜欢独来独往 那么你就悟透了人性 看透了人生 深以为然 当我们经历了世事无常 看透了人心 悟透了人性 漫不漫地学会了和自己和解 再也不强迫自己做一些 违背自己本心的事 也不再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勉强相处 更不会再看别人的眼色行事 遇到不喜欢的人和事 多一句都不想讲 不亏待每一份热情 也不讨好任何的冷漠 只想在自己的世界里 独善其身 在别人的世界里 顺其自然 人生太短 岁月太长 不如自由 随性一点 别去讨好 谁把琢磨 别人脸色的时间 用来取悦自己 在这纷扰的尘世中 找一个安静处 让心灵歇歇脚 少一点功力 多一份淡薄 少一点杂念 多一份纯粹 在自己的世界中 品自己的茶 赏自己的花 安静自在 不拘束 不迁就 自己陪自己 无人问津的日子 安静自在 一切都刚刚好 深夜际雨 生活中 我们常常拼尽全力 去获得别人的认同和肯定 却往往忽视了自己 与人相处 最怕四样东西 深浇后的 陌生 认真后的失望 信任后的利用 热情后的冷漠 成熟最大的好处是 以前得不到的 现在不想要了 当看破一切的时候 才明白 原来失去 比拥有更踏实 以前挺好的 想得少 睡得早 喜欢笑 也不知最近怎地 就突然活得潦草了 一定要做好两件事 努力和爱自己 不快乐 就是因为 你没有好好爱自己 还常常因为别人 消耗着自己 起初 我们揣着糊涂装明白 后来 我们揣着明白装糊涂 并不是我们愿意 活得不明不白 只是好多事情 一用力 就会拆穿 一拆穿 就会失去成人的世界 总是这么脆弱 观观难过观观过 夜夜难熬夜夜熬 悲欢自渡 他人难悟